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仙姐姐之前一直是轻瘦的形象 今天虽然妆容很精致 大波浪的头发也很温柔 但是这脸部就是相比之前泡了太多 十足的肉感 虽然照片的拍摄者距离较远 但是仍然能看到小姐姐的双下巴 不只是脸部 脖子和肩膀看上去也原问了不少 虽然黑色西服外套内 搭配了同色系的大威灵杀制衬衣 但是巨大的威灵 灵也没能挽回发胖的脸部线条 都说大威灵会显得人脸部轻瘦些 可神仙姐姐搭配了如此大开的威灵 仍然显得脸部臃肿 再仔细看看侧颜照 以往清秀的面庞完全消失不见了 腿部也有些粗壮 小姐姐穿了一双细高跟 能拉长腿部比例的经典垮高跟鞋 可仍旧让人觉得 神仙姐姐最近一定是生活得很滋润 属于身材管理了 不管小姐姐是不是发福了 但心情丝毫没受影响 很开心的跟现场粉丝打招呼 规手示意 亲和力还是在线的 可小巴印象里的神仙姐姐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 脸很小 尖尖的下巴修长的脖颈